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度过这一天才是无愧的呢 每一天怎么生活才是正直的呢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案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阿们 二十五节我们再读一下一案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阿们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四二十五节我们再读一遍 一二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释放的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阿们 在族的各位 我们心怀二义的时候 我们装模作样心怀二义也骗不了上帝呀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欲举欲动 上帝全都知道 而且一一都在查看 第十八节我来读一下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阿们 我今天不在主里面的话 这一天都是不幸的 那么我遇到困难了 分明是因为我并没有活在主里面 我并没有属于主啊 我们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在主里面 首先要听从主的话语 那么第十九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不要苦待妻子啊 那么大部分是先 丈夫呢 不爱妻子 反而总是苦待妻子 甚至欺负妻子 那都是因为做妻子的 并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信靠主在主里面生活的时候 是顺服自己的丈夫的 这时候也能得到丈夫的尊重 那么昨天也听到一个很可怕的新闻 丈夫伤害了妻子和自己的儿女 那这种的不幸为什么会发生呢 我们每天有很多的事情 也有很多的遭遇 有祝福也有灾难和咒种 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丈夫 都是在苦待季的妻子 欺负妻子呢 那么做妻子的 要在主里面生活 我不属于主的时候呢 丈夫就受丈夫的苦待了 那么做儿女的呢 要凡事听从父母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那么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话呀 所以这主 主是谁呢 主就是基督啊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所以我们首先要属于基督啊 我们要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使我们属于基督 在基督里 无论是做牧师的 还是做长老的 如果不属于主 不在主里面的时候 也是苦待自己的妻子啊 我们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的话 那么第21节 那么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做父母的 一般都在惹儿女的气 甚至 跟把自己的儿女 跟别人相比较 哎 你看人家 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那么优秀 你怎么这个样子 这都是在惹儿女的气呀 那么这时候儿女就 很沮丧了 甚至就自暴自弃了 第21节 第21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阿们 为什么做父母的 总是惹儿女的气 让儿女们沮丧 自暴自弃呢 甚至很多父母呢 向孩子撒气 我们不属于主的时候 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的 按照我的一举一动 上帝如实地返还给我 而我们以为自己养育儿女 但是呢 都是在惹儿女的气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省察一下自己吧 很多人自以为自己的学问很高 但是也在这儿儿女的气 儿女不是属于我的呀 儿女不是我的 儿女是属于上帝的 是上帝赐于我的赏赐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节 儿女不是属于我们的 这儿女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 儿女是属于上帝的 是上帝的产业呀 而我们以为儿女就是属于自己的 为了自己的贪婪 希望儿女成功都是为了天中心的贪婪和私欲 结果都是儿女的气 导致儿女很痛苦 甚至沮丧 自暴自弃呀 所以我们认罪悔改吧 做父母的悔改吧 做妻子的悔改 做丈夫的要悔改 那做儿女的也要悔改 我们都需要悔改呀 格律西十三章二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阿们 那么 好多时候我们很说伪装自己 包装自己 那么我到底是真心做一件事 还是假意做一件事情呢 那么上帝很明确的都告诉我们了 我来读一下 你们做仆人的 我们在基督里都要做仆人 看人都比自己好 比自己强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那么在这世上 我们都要听从上帝的话语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我们不是讨人的欢心 看人脸色来做事 我们讨人的欢心 看人脸色的时候呢 都是心怀而已 是装模作样 伪装 可能是假意 那做牧师的 尤其 很多牧师尤其是看人脸色 讨人欢心呀 大家知道我们讲实话真心劝勉的时候 对方很不乐意听 甚至会离开这个教会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信徒 给他讲实话真心劝勉 结果人家觉得自己的自信心受伤害了 就不再来教会了 那讨人欢心的时候呢 就好像不得罪人一样 而这都是假的讲道 大家知道 讨人欢心的讲道 那么那都是假的讲道 布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上帝的话语 真爱是刺痛到我们心灵 是稳扎的钉子一样 钉在我们心灵里 传道是十二章十一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上帝赐予我们智慧 上帝赐予我们的话语 上帝的养育 上帝养育我们的话语 是智慧的话语 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语 听了上帝的话语 心灵说刺痛的时候 悔改呀 悔改了就能得救恩了 悔改了疾病就能得到医治 而我们在这世上 喜欢的是什么呢 讨人欢心的话 好听的话 不得罪人的话 这都是心怀二义 装模作样的呀 再读一遍吧 第二十二节一二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 敬畏主 阿们 在此的各位 很多人说我非常地正直 以上帝为中心 那么 我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我不悔改的时候 我也是心怀二义的 我也是装模作样的 我们看一个人非常地优秀 很有威望 但是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怎样才能分辨呢 以上帝的话语为标准 以上帝的话语 为标准 通过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分辨 使我们看清一切呀 在这世上 我们人都是伪装的 都是装模作样的 这一天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 我的行为 我的一举一动 都会 都会一一返还到我身上 返还给我的儿女 第二十二节 我们再读一遍 我是不是也是心怀二义的呢 我们每个人都省察自己吧 我是不是也是 讨人欢心 怕得罪人 看人的脸色行事呢 在座的各位 如果我们真心地 明白圣经话语 如果我们真心地 领受这圣经话语的话 我们绝不可能 再讨人的欢心呀 而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讨人欢心 看人的脸色来做事的 格勒七书三章二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样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是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阿们 我们在这世上 是主给了我们生命 那在这世上 我们要与主同行 最终要回到主的那里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我们要敬畏主 怎样才是敬畏主呢 诚实的生活 诚实的做事 真音二十八章十八节 唯独信心就是诚实的 尼父所说二章八节 获得信心了才有诚实的 我们说这个人特别的诚实 特别的勤快 没有信心的 那都是装模作样 是心怀二义的 不是真实的诚实啊 我们都要成为诚实的人 不诚实的话 诚实了才会成功了 不诚实的时候都会失败 但是在这世上却没有诚实的标志 与主同行的人 获得了信心 在主里面生活 这才是诚实啊 讨人欢心 看人的脸色来做事 那都是心怀而已 是装模作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生活呢 这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呢 对待我的妻子 对待我的丈夫 我应该做什么呢 我错在哪里 我的错是什么 上帝都告诉我了 我需要改正的部分 上帝全教导我了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听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顺从真理的时候 才能真实的爱妻子 才能真实的爱人如己啊 那做儿女的呢 儿女也要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的话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属于主啊 正是要靠着基督的奥秘啊 正是要向上帝认识悔改 才能属于主耶稣基督啊 那么做父母的 为什么总是在这儿女的气呢 看儿女犯错了 看儿女有不好的缺点 那这时候做父母的 替儿女认罪悔改 而且承认 儿女身上的这个毛病 儿女身上的这个缺点 正是我的罪过给她留下的 能这样认识到自己的罪 国相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就能得到上帝的帮忙啊 就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能得到上帝的怜悯啊 传道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人如果不悔改 不醒悟的话 就跟动物是没什么区别呀 上帝赐予我们圣灵啊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圣灵 不靠着圣灵而活的话 我们人跟动物是没什么区别的 传道书三章十八节呀 创世二章七节 在这世上 无论是科学的研究 还是医学的研究 最终见证的都是圣经话语 是圣经的话语准确无误啊 上帝说是就是是 我只有属于基督了 有了基督我们才能认识上帝的话语 只有有了基督 我们才能认识上帝的话语 听上帝的话语啊 唯独靠基督啊 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呢 无论是和父母之间 还是和儿女之间 还是和人相处的时候呢 那么在座的各位 这一天我们应该怎么度过呢 我们创世纪四三章 我看到的一些也会成为自己的 那么我们要实际操作呀 实际遵行上帝的话语 照着上帝的话语如实地遵行啊 每天要操练这个虔诚啊 在座的各位 只要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如实地顺从 上帝帮助我们 因为有上帝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是有希望的 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过 感谢上帝的恩典 感谢上帝的爱 上帝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有些信徒说了 哎呦牧师 我很失望了 大家不要想着要从人那里得到什么安慰 是上帝亲自 是上帝补偿我呀 一切的赏赐 一切的安慰是来自上帝的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集二十四集 我们做一件事情不是给人做的 是给主做的 主亲自补偿我们 是主给我们赏赐 是主安慰我们 我们要投靠主啊 只一心一爱上帝 爱主敬畏上帝呀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无论是在工作单位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在家里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 靠着主而生活 一切 我们所做的一切一举一动 都是给主做的 不是看人的脸色 不是装模作样 也不是心怀二异呀 要诚实啊 什么是诚实呢 我们找下真言二十八章十八节 真言二十八章十八节 只要我和主之间 确立起这真实的关系了 那么 我们向上帝认识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属于基督的时候 成为有福的人 彼得前十四章十四节 我的灵魂得救恩的时候呢 在这世上 一切都哼通的 一切都是顺利的 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 是有福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要做爱国者 我们都要去天国啊 有福的 中文字幕提供 再次的各位 我们的中宝是唯一的耶稣基督啊 我们要认识基督啊 我们要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我们要认识基督就是耶稣啊 那么这一天我怎样才是诚实的 怎样才是正直的呢 诚实的时候才是种下善果呀 能领受好的祝福啊 我们一定要得救啊 我们一定要得救 主啊我们感谢您 这一定是能行的 真言二十八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案 行动正直的闭蒙拯救 行事弯曲的历史跌倒 阿们 再次的各位 什么是诚实啊 敬畏上帝的时候才是诚实的 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以为诚实 我以为正直 那都是假的 那都是虚假 那都是心怀二义的 再次的各位 基督的奥秘 因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诚实的人 并不是讨人欢心 并不是看人的脸色 并不是心怀二义啊 因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真实的诚实 使我们成为诚实的人 这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得救 这时候我们周围才能有 这时候才能传扬主耶稣基督的亮光 照亮身边的人呀 唯独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做诚实的人呀 那么在这凌晨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向上帝要悔改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使徒行诸二十至二十一节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成为诚实的人吧 千万不要光讨人的欢心 看人的脸色 讨人欢心的 这都是心怀二义 讨人欢心的 那都是假的 是伪装的 是心怀二义的 我们要做诚实的人 政治的人 在座的各位 我们今天成人记得罪过吧 哎呀 正是因为我不诚实 导致我的国家受累了 正是因为我不诚实 导致我的工作单位受累了 在这凌晨 如果真的能醒悟过来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话 投靠上帝的帮助吧 投靠上帝的帮助 上帝使我诚实 上帝使我做爱国者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向上帝祷告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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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灾难和咒诅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资予我们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内心正直 使我们诚实 使我们能够得救恩 我父上帝 求我父帮助我 我父啊 我一直以来是怎么生活的呢 我是不是也一直在苦待自己的妻子 我是不是也没有爱我的妻子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真切地向上帝认罪悔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